那但是为了希望部长能够快乐一点啊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那希望我们在行政立法上面不要这么冲突 那我想要询问一下主席 是不是可以让我的时间稍微暂停 把我的礼物送给我们的外交部长 得到允许的话 我今天送的是蜜饯 早安部长 我第一个问题我想先确认一下 我应该要如何称呼你啊 因为您在Mofa的公开的社群网站上说 你是外交部的魔法部的吵架王 然后呢你也用林北称呼你自己 所以请问我今天应该要称呼你为魔法部长 还是零四五八八 在立法院里面我也很认真的跟委员回答 那这个彩带是我在最后一次跟记者 林北是你写的吧 我跟你说明一下 就是说记者他们送给我的林北的礼物 你也很开心啊 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对待我 那我也有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回应 对任何人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所以那请问你今天都会使用 您刚刚所说的乡下语言来背询吗 不会在国会的殿堂 我会用正式的国语来跟代表会员 那因为我还没有打算要多认一个爸爸 所以谢谢你 那部长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你是否有感到伤心呢 我上一次说我伤心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外交 我不感到伤心而已啊 我没有问你原因 我会跟你说明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对捷克的这个外交 受到一些这种不明的这种 我没有问你原因 我只问你说是不是有感到伤心 为那一件事情有感到伤心 因为我看到你在节目上面说 对你来说是很伤心的 那但是为了希望部长能够快乐一点啊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那希望我们在行政立法上面 不要这么冲突 那我想要询问一下主席 是不是可以让我的时间稍微暂停 把我的礼物送给我们的外交部长 好 得到允许的话 我今天送的是蜜件 好的 那正式进入主题 我国2024年建立促进乌克兰 重建初级项目 能量照护伙伴关系备忘录当中 我们总共援助了 不是我们 是总共援助了乌克兰多少个项目 部长 一共31个项目 一共31个项目 那呢 今年度 今年度 2024年 不是全部的项目 是2024年 2024年 主席他们一直这样子讨论时间可能要帮我暂停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这样多久 9个项目 9个项目是不是 9个项目 那请问一下我们在捷克方面来说 他们总共在这个计划里面找了多少家的厂商来协助计划的推动 他们不是 捷克政府不是找厂商 捷克政府是希望他们的一个CHTI来协助那个从事这一件计划的这个执行 那他们有没有找厂商来协助 他们当然是找了几家的厂商来协助 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确定说他们找了几家厂商 你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他们的执行就是 好 他们去找到最合适 来 在乌克兰境内所需要的这些项目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投影片 可是你不是在先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你说你对捷克的外交期刊早就有掌握了吗 有没有这件事情 你有回答过吗 我们有掌握 好 你有掌握 但是我刚刚问的两个问题 都在捷克公开的外交期刊上面 已经有解释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捷克的外交期刊 在捷克外交出版的现代经济外交期刊 都把这些内容写出来了 我现在开书考可以作答吗 几个项目多少间厂商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出来一下 因为你说你有掌握吗 而且田次长上次也说有掌握吗 如果他们需要讨论的话 主席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时间暂停一下 就委员的问题回答 有关于这些细节的部分 细节 很细的细节的部分 那一篇文章并不长 我知道 但是有关于细节的部分 没有办法说 像那个一个电脑里面 无限的容量全部浓在我的脑袋里面 可是上面写的很清楚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不是请我们相关的同仁 事后来提供委员这些细节 事后才能提供 现在不能提供 可是田次长跟吴部长 你们都公开说 你们有掌握这份期刊 怎么今天我在国会对方问你的时候 你们会一问三不知呢 我现在开书考 就在这篇文章上面 有六家厂商 但是依照我们 六家厂商 依照我们相互的这种约定就是 厂商的名称 我们不会对外来公开 节课部分呢 节课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没有办法掌握 可是你不是说你掌握期刊了吗 来我们看下一张 我帮你翻译好不好 我为了这件事情 很努力的去学了节课文 来大家可以看到 用魔杖给大家看一下 魔法部的 其他项目将由台湾政府提供资金 这个东亚国家将提供总额为 1000万美元的资金 并且在三年内逐步拨付 而且呢三年内逐渐使用 其中支援条件30%的供应品 来自台湾公司 今年还有五个项目 再这句 然后约有20家公司参与交付 两个问题都明显的在 捷克现代经济外交期刊 捷克公开上面就写了 吴钊协部长 田次长 你们都说你们有掌握这份文件 但是我问出来 你们一问三不知 就连欧洲司的司长都不知道 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页 就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欺骗国人呢 就像当时你们说百分之百的跟第三方合作是 合作方式叫做公开透明的百分之百 说我都是全属空虚的来风说我造谣 结果呢我揭露了是根本要保命十年以后告我卸命 好我们个人的官司不在这里提 我觉得没有意思 那呢我只想说不要一再的欺骗国人 你们说掌握了 也没有要欺骗立法院 你们说掌握了现代经济期刊的内容 结果我问你 不管是这个内容或者是你刚刚的回答都是错误的 你们根本就没有掌握 对方说约有20家公司 可是这个合作计划才刚刚起步 我问你的问题是约有多少 我问你的是你有没有掌握这份期刊上面的说明 你告诉我说有 但是呢我给你开书考之后你回答不出来 这就是刚刚所发生的事实 可以不用再跟我硬拨了 下一张 神奇的捷克大秘宝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我们支持乌克兰协助 我们也支持跟捷克一起共同努力 但为什么要跳过政府采购法 要去把金额打给CHTI之后 他再来跟台湾的医疗厂商来采购 理由是什么 因为乌克兰境内他们需要什么 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过去 他们跟我没有政治关系 他们不能提供清单给我们吗 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需要透过捷克的CHTI来协助 那捷克的CHTI能够进去到那边 去他们的医疗院所了解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些项目 那请问这些部分的金额300万美金 立法院要如何监督 有关于这个部分是应立法院在2014年的这个决议来进行的 那这个采购是CHTI的采购 不受我们国内的这个采购法的限制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 那他受到那个捷克境内的相关的法律来规范 这300万到400万的美金 透过这样子的逻辑之后 再也不会出现在中华民国的任何账上 因为只有CHTI捷克方他去购买 那请问什么样的厂商他会收到通知 什么时候开始购买 目前应该已经播放了100万的美金出去 照每年去计算的话 请问这100万美金 用在购买哪几间的医财公司 买了多少用了多少 我们现在外交部的掌握是如何的 那个依照双方的合约 我们是提供这些相关的这个援助 这个金额的援助 那但是有关于那个跟我们购买的这个部分 是依照立法院的这个决议来进行 那至于CHTI他们的采购 是依照他们国内的这个采购的规范 以及欧盟的这个采购的规范 我听你这样讲很清楚 你不知道那100万的美金用到哪里去了 我知道这些相关的资料 但是不能够对外透露 我知道你这个你不清楚 那100万用到哪里去了 那他们过一段时间他们也会提起 他们要过一段时间 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拿到咯 目前还没有拿到 还没有拿到嘛 这才是事实嘛 来下一张投影片 你们说刚才你说了 用这种很奇怪的方式 规避政府采购法 是为了回应立法院的要求 指定部分需要向台湾采购 创造台湾商机 后面这一段没有问题 跟台湾厂商采购 增加台湾商机 可是我们今天要问的是 为什么不是CHTI 捷克 乌克兰提供清单给我们 我们在透过政府采购法 公开公平的让优良的台湾 依财去竞争 你们给我们的回应是 立法院要求的 来我要请问 立法院 回应立法院 是否代表有立法委员 向要外交部要求 这一次并没有 但是跟委员说明 这次并没有 为什么你要写在你的新闻稿上 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 立法院的这个决议之后 我们一直都遵守立法院的决议 立法院的决议 2014我看过 他并没有说要绕过政府采购法 他也没有规定说 要依据政府采购法 他只是如果说 所以你们乱写 他只是说 如果今天要采购的话 希望能够增加台湾 包含衣财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采购的比例 让台湾的厂商也能够赚钱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跳过政府采购法 给CHTI之后再出去 导致你们现在到底 100万美金出去了多少 买到你刚刚都承认 你根本到现在目前都不知道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接受国会的议员的建议 没有不可以 但是请问提出这些建议的人是谁 我再跟委员说明一次 就是CHTI他们的这个采购 是依照他们国内的这个采购法 以及相关的欧盟的这个规范来进行 那这是一家非常优良的这种 我问你的是台湾方面 你不要跟我讲CHTI吗 我问你的是我们所要 我们所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在过去是没有的 是我们把钱打给CHTI之后 再有CHTI 有谁 我问他们当时在台湾招商的时候 有让所有的衣材厂商都知道这件事情 能够公平竞争吗 我并不清楚 你并不清楚 所以你们没有让所有的 合作的对象是CHTI 所以就算他没有跟所有的 他们去乌克兰境内 是了解到商所需要的 你们也不在乎 你们也无所谓 是这样吗 我们签订合约可以这样吗 他们的采购是要依照欧盟 以及他们国内自己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标准来看 完全没有正当性 最后 最后下一张 采购时间 我们目前 在台湾的采购时间 就台湾300到400万美金 像13年来说应该是100万美金 采购时间 何时招标 何时绝标 招标程序 是否公开透明 有没有依据政府采购法 得标厂商是谁 几家投标 得标厂商品项 得标品项如何分开采购 得标金额 最有力标是多少 限制性招标是多少 付款方式是多少 是否已经付款付了多少 可不可以汇后给我回复 跟委员报告 CHDI他们不是我们国内采购法的这个规范 所以你们上次就跳过了国内的政府采购法 你不是说他们之后会告诉你吗 所以我们丢了一笔钱出去 然后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我们外交部也不管 这样有正当吗 所以我问 如果我们跟他们签的协议 如果我们跟他们签的协议 是希望他们能够协助我们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他们 这个国外的这个机构 来遵守我们国内的这个采购的程序 所以以后所有的援助乌克兰的专案 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吗 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你 以后所有的援助乌克兰 或是以前所有援助乌克兰的方式都是用这一次的这种方法处理吗 我们尽可能的用这种对邦交 对那个外交关系的帮助 是或不是吗 或者是说用对乌克兰最有直接帮助的这种方式来 是不是我们过去以及未来的MOU 都是用这种把钱打给外面 然后让外面来处理的 以及最后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现在的具体要求回复 能不能够惠后提供给我 要看个案 如果我们跟其他国家签约 是以像这种形式来签约的话 我们国内的这个采购规范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提供 如果是这一次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提供 谢谢